平华这个造型可能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在参加中国非常大剧多的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拍摄 所以要剃着光头 要扎辫子 那么平华来自东西会 掌声我们的宋美 剃银华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里的会展中心 明年带来的是WF环球前方争霸赛 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五季的一场 男子可以说是次中章节比赛 红胖是武林峰的中国勇士铁英华来自东西会 而他的对手叫孟汉莫德 那位 亚尼 主持人郭春东已经向观众朋友介绍了 铁英华今天这个投行呢 这是因为在拍一个在央视准备播出的电视连续剧 聊三 为了节目的需要 把投行留成这样的 那么在那一段的拍摄当中 可以说他的训练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但他利用业余时间 还是 因为他知道备战美国拉斯维加斯嘛 利用一些业余时间还进行一些这种训练 但是我感觉啊 由于在权力开始垫地的那个比赛中当中啊 他的训练有点不细 所以我们 我所担心的是他的在比赛当中的这个体能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马亚伯德那位迪亚尼从第一局啊 开局的气势来看 他的力量挺好的 可以说是和平华能有一打 就看双方在比赛里面 你的这个技术的合理的应用上 你看那个迪嫂接着一个摆拳的力量很大 毕竟是他的赌场啊 这是田银华第二次代表五零峰来到了拉斯维加斯 他去年是获胜了 哇这个 第一艘腿的动作不是故意的啊 这是故意的啊 我们场上来吧 终着比赛让田银华休息一下啊 比赛继续开始 因为那是个无意动作 我们看到田银华的 这两个基辅动作非常的漂亮 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不管是田银华包括邦克莫德也好 更多的还是采用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拳法的进攻 腿法定不多 真尖最卖忙啊 你看田银华的这种拳法啊 速度要比邦克莫德要快 他的后手的摆拳 出的力量大 从力量对不对来说 我说土雲花并不出一种下风 而他的出现的速度要比邦克莫德要快 就看这张比赛胜步在于自己的实际的把握上 最好比赛的时间到 穆罕默德也倒在那台上 但是比赛的节目铃声挺小 这样的话 常常的台湾就没有给穆罕默德这个平场 越来越多的 在美国的拉图埃加斯的里维埃拉酒店的会展中心 为您带来的这一场男子四季的比赛 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而蓝方是曼莫德纳维迪亚尼 通过第一回合的比赛 可以说曼莫德第一回合的开局大挺好 那么到了后半段铁英华已经适应他的那种打法 适应那种打法之后 在最后的十秒钟铁英华打入了机会 一个反应 你重拳把对方打在这台上 但是比赛是只可惜比赛时间到了 拉图埃加斯 里维埃拉酒店会展中心 给您带来了WF环球球章马赛 决战拉图埃加斯第五季的一场 男子比赛 红方是铁英华 蓝方是曼莫德纳维迪亚 通过前两回的比赛 我们已经看出双方的这个技术特点 就是曼莫德的单击动作只有一个 就是靠在这前摆拳 而后直拳的这种组合能力一般 通过今天休息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曼莫德的体能有所恢复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铁英华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第三回合我想这个曼莫德肯定不会甘败示弱 会加强这种反击 你看铁英华直拳上钩 对吧这种组织的变化 这是双方的技术的差别 计算的差别 通过这些细节的组织的进入 好 漂亮一个是 鸡通 这场裁判给这个曼莫德进行的强图 现在铁英华这个优势就更明显了 现在曼莫德的体能也在下降 也在下降 就铁英华是不会给他机会 实际上曼莫德 他最靠两个百拳 又是个击辅动作 又是个击辅动作 场裁判要给了曼莫德第二次强图 如果第三次再强图的话 铁英华就是TKO对手 优势获胜了 我们现在看到曼莫德气喘吁吁 他现在体能太差了 体能太差了 因为从我们评论期里 离这个红角非常非常近 您看到曼莫德气喘吁吁 非常明显 现在铁英华加强进攻加进攻 TKO对手 不要给他机会 要组合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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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英华 TKO 曼莫德 纳莫德 纳莫迪迪亚 优势获胜 第三回合比赛 这个接腿摔之后 双方长了运气 我们来看看这个 机头动作 非常的漂亮 实际把握的多好 高边队上头 这是个肌肤 这是第二次被强夺的那个 慢动作 非常漂亮 对方已经彻底扶手 扶手 比赛结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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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